歡迎收看 流行新勢力 分享流行新觀念、時尚新趨勢 還有還有 史無前例台日大PK 邀請台日達人進行頂尖大對決 最多元的內容盡請拭目以待 現場還有二十位型男正妹 組成的流行粉絲團 一起來觀摩學習 分享流行心得 今天的精采內容即將登場囉 上禮拜有非常精采的PK賽 沒錯 上個禮拜我們的節目 就改造八點檔的女演員 好厲害 好精采哦 兩個完全不像他們 整個都是走不同的路線了 真的大成功耶 對 真的很厲害哦 所以呢 我們邀請到台灣跟日本 兩組不同的人馬來PK 至於台灣方面呢 我們就來邀請到愛情ATM的男女主角 林俊誠以及Agemi歡迎 歡迎他們 來走秀走秀 正正 好帥哦 台灣兩大知名模特兒 丁春誠和Agemi 跨圖戲劇 聯手演出民視 週日時點愛情劇 愛情ATM 兩人在戲中 不但有精采對手戲 整體造型更是流行時尚的 除了我們這是台灣的大明星嘛 是不是還會請到日本的大明星 來到我們的現場呢 沒錯 因為我們那節目 每週會請到日本的大明星嘛 那這一週也是跟上個禮拜一樣 該不會就是那位 博民女神吧 沒錯 那就歡迎日本的女神 我們歡迎LOLA 我們歡迎LOLA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可愛 謝謝LOLA 謝謝LOLA 好可愛啦 大家好 我是Lala 嗨 可愛 那可以請她分享一下流行嗎 Fashion是... 什麼呢 這種髮型短短的衣服 蜜蜜 這個 這個很可愛 這個很可愛 還有這個衣服 衣服也流行 這個布料也... 流行 我就是女性的代表 好厲害哦 明白了 好感動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呢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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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衣服 還有... 也就是流行的 適合自己的衣服 適合自己的衣服 所以... 對 Lala... 你最喜歡這個衣服 普通也就是這個衣服 普通也就是這個衣服 還有... 我喜歡這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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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Lala的分享 謝謝 所以就是要挑選 適合自己的衣服 而且要穿得開心 就是流行 那既然今天我們的小丁 還有我們Akemi 都來到現場了 兩位都是Model 是啊 那這樣子我們問一下Lala 覺得... 這兩位怎麼樣 超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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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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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啊 右邊 他說右邊可愛 他說右邊可愛 好重哦 來 來,我們來問一下 那個... 那個Lala說 右邊可愛 那請問你覺得我們的... 可愛 他覺得他可愛啊 可愛 謝謝 那這樣子我再問一個問題 來,Akemi來到中間 那如果說今天你們兩個在交往 Akemi是第三者的話 會不會認輸 好 好 沒事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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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比較拱手讓人行的那個女朋友啦 對 好啦,非常謝謝這個Akemi還有我們的小丁 謝謝 謝謝 記得愛情ATM喔 愛情ATM 對,要看喔 對,接下來呢就進行第一個單元 秋冬時尚美妝 贏啦 身上呢有了秋冬的時尚單品啊 你一定要搭配秋冬時尚的妝感對不對 對,沒錯 我是覺得台灣的女生很可惜的點 就是打扮得很漂亮很酷 但是沒有妝 或者是一年四季都一樣的妝 我覺得很可惜耶 對 所以今天呢我們特別請到了兩位老師 分別代表著台灣跟日本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秋冬時尚的妝感是怎麼樣 對,很重要 今天邀請到日本知名美妝造型師Ana老師 曾與LOLA、曾經莉娜等超級名模合作的她 專業功力可是深受各界好評 而台灣代表則邀請到彩妝大師陳凱文 曾與多位巨星合作 經驗豐富的陳凱文老師 可是許多國際時尚品牌 指定合作的美妝達人喔 凱文老師有新作品了 QB 其實最主要來講呢是告訴大家 裸妝的靈魂就是我們的靈魂之瘡 就是先從眼睛開始 包含眼睛到眉毛啊 包含到整個的臉型上面 然後一樣祝你們收視長紅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台灣的老朋友 謝謝 我們現在就要來考一考 你們的時尚概念是什麼 對,這時候可不可以請我們的LOLA 來幫我們出題目問問大家 一番男生的... 他想問...他指定了耶 他直接指定 好,指定了,問哪一個 他想問那個 那個男生 男生 男生 問我嗎 報吻,問什麼 今年秋冬的眉毛呢 應該是以... 然後裸妝 對 對 那個人的眉毛很長 我是天生的 沒有畫 天生的喔 對 對 感覺很長 對 OK 那還有沒有 今年秋冬的流行的資訊呢 最重要是 什麼 什麼 沒有流行的 個人的比較好 就是 塗膜 只要塗膜 塗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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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問一下我們的凱文老師 有沒有什麼就是秋冬妝容啊 可以補充說明的 第一個重點就是 裸妝的趨勢 乾淨 無暇透亮的這樣一個概念 第二個就是線條 你喜歡畫眼線的人 喜歡畫眼妝的人 眼線它是必備的重點 但假如你不是喜歡畫眼妝或眼線 這麼注重的人呢 我覺得把眉毛部分的這個輪廓的線條 把它勾勒出來 所以線條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日本的老師 今年秋冬妝的流行 でも說得到通常 赤のリップ 赤のリップでも 赤のリップの引き方が 例えば濃いのか薄いのかで だいぶ印象が変わってくるので それで そのいつものTPOに合わせて チョイスするのもいいのかも 濃度で マットとかツヤとかで 今日は私はちょっと グロッシーっぽい赤にしたの グロッシーな赤 結構が出てる感じの なるほど 好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 Ana來到現場 為我們做示範教學 好期待哦 謝謝 來 直接從日本新鮮空域 直送來的化妝師 是的 Ana老師的妝容 連我們日本人也很想看耶 很想學 所以今天大家有看到有賺到 我們就請Ana老師 為我們示範一下秋冬的妝容 好 まず簡直透明的肌肉 製作為白色的粉末 白色的粉末 日本人も台湾の方も 肌に黄みがあるので ちょうど紫の色で黄みがなくなり 透明感ができますね それを顔のこのTゾーンと 目の下のこの広いところに塗ってきますね 目の下のこのゾーンですね このゾーンだけを塗った方がいいですね おでこを白くしちゃうと余計黒く見えるので 陶器のような肌になりました このまま眉毛もいきますね はい 今流行りの太眉にするためには ちょっとだけ消しますね まずベースの形を 還是中眉毛 できれば眉毛を上を足すんじゃなくて 下を足した方が陰影が出てくるので なるべくちょっと下の目の幅を狭くして 外人っぽく見せる感じですね これ後ろにパウダーもついてるタイプなんで こういうパウダータイプのがついてると より一層ぼかしやすいですね 最後にラインが決まったら またちょっと綿棒でぼかしてあげてなじませます 既然我們講到眉毛 我們來問一下Akemi 那你覺得女生怎麼樣的眉型啊 你最喜歡哪一種 我自己的話 我都是自然的 自然的 對 我自己就會剃一下 修一下我的眉毛 不會畫這種粗的嗎 我不知道怎麼畫 所以我覺得今天學好了很多 認真學習 他賺到了 連Akemi都不知道怎麼畫 超開心的 完成了 眉毛 真的不一樣耶 再一個 看一下 好 現在幫他上這個唇彩對不對 今日は彼女カジュアルな格好 だから薄めのリップにしたいんですけど あえて一回濃いリップを塗って ティッシュオフしてから グロス塗りますね 今日のローラちゃんと同じような感じ なるほどね じゃあいきます ちょっとオチョホだから 好紅喔 因為她今天的打扮是比較休閒 這算是很大膽的用色 因為我個人覺得畫紅唇要很注意 不然就會覺得好像無時無刻 要去喝喜酒 對對對 就是你有時候沒有拿捏好 就真的完蛋了 這是時代不一樣嗎 對 所以如果你是紅唇的話 你的一些眼妝什麼都要配合得好 一回抄襲 然後 密密 真的差很多感覺 就是整人都要精神 ちょっとキラキラする 我最近還不敢嘗試這樣子的顏色 はい 完成了 超多 漂亮啦 すごい 大人っぽくて グラムラスだね 對 還是很艷啊 有一點成熟感 快快來複習一下 Anna老師示範的彩妝重點吧 打亮T字部位以及顴骨 製造出透明妝感 再畫上性格粗眉 讓五官更加立體 接著用紅燕的唇彩 打造出彩妝焦點 掌握這些的重點 你也能輕鬆完成 今年秋冬的時尚妝容喔 我們都知道呢 秋冬要配合秋冬的妝容嘛 對 問題是 我早上六點五十分的車 我六點四十才起來 我哪有時間去化妝啊 太敢了啦 對啊,那我這樣怎麼辦 我沒有時間化妝啊 對 怎麼辦 就是早一點起來啊 不行,我就... 我就會請不來嘛 所以我們現在來問一下 我們的凱文老師 如果有這種狀況怎麼辦 辭職嗎 就時間很趕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台灣人 很多人很喜歡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把一張臉全部都完成 對 所以會看到就是 BB霜為什麼這麼盛行 因為它有保濕、有隔離 又有防曬、又有潤色 就好像五合一、六合一的東西 全部在一起 但我覺得建議呢 每一個人在化妝容的時候 你時間很短 你一定必須 一樣第一個概念 皮膚你要先把它打完美 比如說你有黑眼圈的人 你一定要先用遮瑕膏 或甚至於你膚質好的人 其實你可以先從彩妝下面 先去著手 對,比如說眼睛的線條 就是眼線 每個人喜歡眼睛看起來 大一點、亮一點 或甚至於是說 你要看起來有精神 剛才那種紅唇的方式 或甚至於是 韓國也很流行的這一種 就是咬唇妝有沒有 有一點亮的顏色在裡面就好了 這樣的方法 那如果很多人 沒有時間化妝的話 他們怎麼辦 在什麼地方可以讓他們化妝 很多人我看到像是 捷運啊 對 那可以吧 但是台灣人非常多都是這樣的 台灣可以哦 是吧 對 日本不行哦 為什麼日本會怎樣 因為日本是公共場 就是場所是不可以化妝 對 就是比較沒有禮貌 他們是一個禮貌 要在家裡化好妝 或者是多多去廁所 然後補給孤婚啊 就這樣啊 不可以在人家面前 現場來賓有在車上化過妝的舉手 好驚喜哦 可以在公車上或捷運上 打底的舉手 打底 刷睫毛高的舉手 OK啊,很正常啊 他們更厲害的是畫眼線 也是在... 什麼 對不對 超厲害的 就是跟著公車前進後退這樣子 對啊,一定要這樣子 因為他是有一個頻率的 其實他差不多要煞車之前 你其實會有一點感覺 你一定會有感覺 就是路比較長的時候 他可能就拉尾巴 對,你要跟著晃 然後可能看到煞車的時候 就是塗裡面的那一眼線 你們真的太厲害了 高手 對,我們今天現場也有準備了一段 公車素妝妹的VCR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看 他們有多厲害 每個女生一定都曾遇到過 上班來不及約會要遲到的窘境 到底如何能在短時間內 快速化好妝變美麗 馬上就來看看 我們公車素妝妹的示範吧 首先用手指或筆刷沾點遮瑕膏 將容易產生暗沉的鼻翼、嘴角 以及臉上的痘痘斑點 進行遮瑕與修飾 再來利用粉底液或粉餅 為全臉打上底妝 打造膚質的細緻感 同時改善氣色不佳的問題 緊接著素妝妹利用亮色眼影 打亮眼皮的部分 同時再利用粉餅 加強黑眼圈的遮瑕 您瞧 根據這公車晃動的程度 想必素妝妹 可是練就一身豐富的經驗 才能不受晃動的影響 準確地畫上眼妝吧 處理完眼影的部分 再來畫上眼線 以及戴上假睫毛 讓眼妝更加有神 最後塗上亮色唇膩 打造出具有潤澤感的雙唇 還有在使用保濕噴霧 進行最後的定妝 整體彩妝才算是大功告成 實在是太厲害了 好厲害的公車妝 但是我們現場的流行粉絲團 裡面也有兩位 他們可以挑戰五分鐘快梳妝 在現場嗎 現場直接示範給你看 好 來,我們來歡迎香菸還有POPPY 來,有請你們兩位來到現場 FB粉絲團人氣破萬的香菸 是網友爭相模仿的超人氣網拍模特兒 而美妝部落客POPPY 所經營的美妝部落格 點閱率更是高達一千九百萬 非常受歡迎哦 流行粉絲團 妝前妝後差很大 神奇化妝術 連日本女神LOLA也佩服 1,2,3 勇敢 說真的 你怎麼會被說服卸妝的 就有被騙的感覺 被騙 我懂 畫完之後跟剛剛素顏走出來 有什麼落差 全部的 什麼 全部 全部 全部